大家好,我是蔡律师,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,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,在美国办理I-485和回美证,需要在美国住多长时间,有一些人呢,比如说,他是从中国来到美国,然后呢,提交485的,比如有的人是亲属移民,他是美国公民的父母,然后呢,这个在美国, 这个时候不能待太久,还要回中国去陪伴亲友啊,或者有其他的事情,有的人呢,是职业移民,但是呢,他在中国,比如说是教师,或者说有别的工作,他在假期期间,说来到美国,提交这个485的申请,然后呢,那他过后呢,还希望能够返回中国,再工作一段时间等等,那像这样的呢, 他呢,这个就面临这种问题,他可能在美国不好住太久啊,希望呢,但是住足够的时间,不至于影响到485的有效性,另外呢,关于所谓回美证呢,这个中文呢,是一个笼统的称呼,英文呢,可以对应advanced per row和rentry permit,我们在这里呢,分别来讲一下,就是包括怎样来加快这种情况, 那么,如果说,比如说申请人用B签证,B1,B2,入境美国,然后提交485,我们写过这方面专门的文章,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美国攻略网站都有这样的说明,那我们知道呢,用这样的非移民签证,包括B签证啊,F签证啊,J签证啊,等等啊,入境美国,那么一般呢,你需要等至少三个月的时间, 然后再提交485,否则的话呢,有这个visa fraud的这样的风险,因为你入境呢,用的是非移民签证啊,那入境以后如果很快就提交移民申请,那么美国移民局有可能会指出啊,你这个啊,入境的目的和在签证的时候和入境时候表明的目的不相符啊,那我们也听到过啊,有的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然后呢,向我们求助啊,这个有的时候可以 会比较麻烦,所以呢,还是要相应注意,那如果拿H1B或者L1签证,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,那入境以后要等这么几个月才能交485,那么交了485以后,我什么时候能离开美国呢?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,那一般来说呢,你需要收到Advanced Pro批准,这样拿到这个回美证才可以,那么这要多长时间呢?现在比以前快一点,但是Regular的呢,也要三个月左右,所以你 你入境三个月提交申请,再等三个月,拿到回美证,然后离开美国,要不然的话呢,485就可能会算是被拒了,这样前后在美国要住半年,有的人说这个时间太久了,我没法在美国住这么久,像前面讲到亲属移民,职业移民,有一些人有特殊的情况,那怎么办呢? 有可能能够缩短后面这部分等待的时间,那这个你提交来485以后呢,如果有紧急的事项,比如说在中国有亲友生病了,然后呢,提供这样的医疗的记录,然后呢,提供给移民局,你可以申请一个Emergency Advance Pro,这个呢,有的时候有效期不太长, 但是呢,它是另外的一个申请,有可能能够较快的批准,然后呢,拿到了Advance Pro以后,再离开美国就不会有这个485 abandon的问题,那么前面讲的回美证呢,指的是Advance Pro, Rentry Permit呢,是你拿到绿卡以后,比如说我,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,不好待在美国,我需要离开美国一段时间,比如说一两年,然后再返回,那如果你有这个Rentry Permit呢,离开美国超过一年以上,可以不影响你绿卡的有效性,那什么时候申请呢?你需要人在美国境内,拿到绿卡以后,比如说有的人用移民签证,登陆美国以后呢,你就取得了绿卡的身份,然后呢,如果需要人在美国境内,拿到绿卡以后,比如说有的人用移民签证,登陆美国以后呢,你就取得了绿卡的身份,然后呢,如果需要, 如果需要的话,很快就可以提交这个Rentry Permit的申请,提交了以后呢,有的时候要打指纹,大多数时候不要,那这个要由移民局来决定,如果你收到了不需要打指纹的通知,然后就可以离开美国了,过后呢,Rentry Permit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,可以寄到你在美国境内的邮寄地址,或者呢,也可以寄到美国驻外,比如住中国,欧洲啊等等地方的使领馆,然后你到那里去取,那如果要打指纹的, 你也可以提前去walk in,所以你提交申请以后,比如说大概过三个星期左右,会收到移民局的通知,上面或者告诉你说不用打指纹了,你就可以离开,或者呢,告诉你说需要打指纹,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去附近的移民局的support office,按照walk in basis,提前完成这个打指纹的流程,那如果有的人说,我提前离开美国了, 我就想的可能用不着打指纹了,过后我又收到了打指纹的通知,怎么办呢,没有关系,你也可以返回美国,然后再打,我们也有客户是这样的,那如果说我这个时间不凑巧,怎么办呢,你可以在UICS online account上request,推迟一下这个时间,好,那我们这个视频呢,讲的是,在美国提交I-485和这个回美证,需要前后在美国住多长时间,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,谢谢。